这是新中国历史上最特殊的一级战备 没有战争威胁 但却举全国之军事力量随时准备开战 而其原因是因为毛主席离开人世 作为新中国的伟大领袖 用一级战备状态送别毛主席是情理之中 然而多年后 邓公去世时 同样作为新中国重要的领导人的他 却在战备状态的级别上 与毛主席有着天差地别的待遇 想知道邓公去世时是几级战备状态 党中央又为何这样区分吗 在这点个三连 咱们接着往下讲 1976年一封绝密电报在党中央内部传开 在阅读完电报内容后 每个人的心情都十分复杂 在这封由毛主席授意传播的电报中 全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这几个字十分醒目 新中国成立后 这还是唯一一次在相对和平状态下的一级战备 而这一决定背后的原因更是让人泪目 在这一年 朱德斯利 周总理相继离世 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也急速下滑 几次从抢救状态中醒来后 毛主席沉吟良久 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 发出了这封一级战备电报 这是新中国第五次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但不同于之前的抗美援朝 金门炮战 这一次的战备准备显然有着更深的意味 对于新中国而言 1976年无疑是个极为特殊的年份 虽然在毛主席的领导下 我们已经顺利度过了建国初期的忙乱 但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 在国际方面 新中国刚刚勉力站稳脚跟 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的威胁 依旧不容小觑 想要走好国际舞台上的每一步 新中国的每个细微举动都至关重要 而在国内 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大换鞋也带来了无形的危险 在那段特殊时期 没有了毛主席在前压阵 稍有不慎 别有用心的人就会再次在国内搅起风波 从这些因素上来看 相比之前的一级战备 由毛主席去世而启动的第五次战备 便更为特殊 而在21年后 在领导人去世的相同问题上 新中国显然有了不同的回答 1997年2月 改革开放总工程师邓小平因病去世 他的离世 同样让当时的人民痛苦万分 但在开国少将犹太中的一次访问中 老将军却表示 邓公去世后 党中央选择了三级战备状态 相比较于毛主席时代的一级战备状态 有所下降 不同于一级战备状态下的草木皆兵 三级战备状态下 我国的军事力量虽然同样有所行动 但却只是在土兵探亲 休假这类敏感问题上有所收紧 之所以党中央如此选择 除其与邓公去世时已经退休 远离政治中心之外 还有一个更加关键的原因 在1997年 新中国的发展早已踏上了正轨 毛主席时代的内忧外患 基本已经没有当时那样严重 在邓公的指导下 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政治交流 新中国都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人民欣欣向荣 国家安定团结 再加上当时邓公已经退出领导层 他的离世并不会搅乱党中央原有的工作步调 也正是因此党中央这才决定降低战备等级 这样既能避免造成不必要的误会 也能稳定民心 由此可见从毛主席时代的一级战备状态到邓小平时代的三级战备状态 国家领导人所得到的不同待遇并不是因为能力贡献的区别 恰恰相反 从战备状态的下降中体现出来的是我国综合实力的大幅度提升 用短短20多年的时间来完成这次蛻变 离不开一代又一代国家领导人的付出 而新中国的变化也足以让人欣慰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给我们的视频点赞评论 加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